这房子建得像法式的承宝一样 好气派呀 你光看外面的大理石 就知道它造价不菲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 按个门铃 这好像 没有能按的 那里是菜地 这边是花园 你看罗汉松 您好有人在家吗 哎呀 看到主任出来了 您好 我看到您的房子很漂亮 能参观一下吗 好好好 这件衣服呢主任 这么大块的食材 整个一条柱子就是一块过的 哇那上面还是两盏灯啊 造型灯 遥控门 主任在里面按了一下 哇塞 你看这两颗罗汉松 然后造型石啊 景观石 哇你这房子建的太漂亮了 像法式的城堡一样 不一般啊 然后你看这大理石 这个地方的雕花是最漂亮的 这个食材 整个房子的食材造价的不便宜 全是大理石的外墙啊 然后这个门两层楼的高度呀 整个是用的同门 这都是什么品种的多肉呀 好可爱呀 粉粉的 肉多多呀 哎呀好好看啊 这个品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好看 您的整个外墙是大理石的啊 大概算下来要多少钱 光大理石 光外墙要200万 特别漂亮 这棵松树也不便宜吧 我不是搞设计的 我是看到漂亮的房子 拍摄一下 给那些建房子的人做个参考 我本来想给他们做参考的 但是您家这个房子建的太漂亮了 估计只能局部的参考一下 只能叫人家开开眼了 我是衡阳的 路过这里 您这是您的菜地呀 打理得很好 方便能到家里去看看吗 走这边是吧 好 哇那一把钥匙 好大一串呢 还弄了一个这样子的压水井 对 这个种了菜洗一下 在这里很方便 这些主机全部是放在这里的 哇您后面还有园林呢 我等一下到后面看一下 后面有个针匙 慢点了 等一下来搞园林 等一下别人来搞园林 好 哇塞 这是餐厅啊 它是一块镜子 就是我以为是两个呢 进来就是 原来是一个镜子 里面也是欧式的 这是茶室 整个家具也是欧式的 这是酒柜 哇 你看这个灯 好美啊 中央空调 还养了鱼的 那这里出去应该是刚才那个大门了 是吧 怎么称呼您呢 姓陈 姓陈 陈总吧 哇 这个是两层楼的大门 进来就是堂屋 湖南人一般都是有堂屋的 哇 你这个整体设计就是 就一个色调 基本上就是一个色调 但是很高雅 看起来 从这个位置 你看 而且它从这里能直接看到后面的园林 造了假山 后面还有一栋副楼 您这设计师是请到哪里的 自己家里 自己家里的设计师啊 嗯 这么厉害 就是做设计的吗 自己家 楼上能看看吗 陈总 好 谢谢啊 那是主屋 这是客房 然后洗衣服是在这里 客房我看到应该也是带了卫生间的啊 都有卫生间 上去看一下啊 这些地方就是大理事 这个墙和踏步 家里那个好干净好干净啊 那样子呢 它客房也很大的 我站这里看一下哈 嗯 然后你看整个所有的都是带卫生间 哦 但在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看起来是最漂亮的 因为能看到外面的景观 还能看到一楼的客厅 这也是一间主卧吗 在这一间 这是孙女的 好粉嫩的公主房 整个衣柜也是粉粉的 它带了一个超级大的卫生间 你看洗漱台 我这给孙女太有心了 这小女生肯定喜欢的不得了 这个应该是给孙子的 这是女儿的 这里也是一间住房 然后它这个家具又不一样了 这个床啊 这个床又不一样了 那这个你这个空间设计的很好 这个给小朋友玩可以啊 空间足够大 它连书你看 所有配套的全部是欧式的 就连桌子啊 这种书桌很少 这里是个超大的浴缸 陈总说我是跑业务的 不是的啊 因为他家里全部都弄得很漂亮的 没有业务可以做了 我自己也是做生意的 您自己也是做生意的 做哪一行的 我做吃的 吃的 餐饮 那您做的厉害 积累到财富了 不是我的财富 这个是一个西餐的一个茶室一样啊 这是厨房 看看去啊 收拾的好整齐啊 我不敢相信陈总一个 难事啊 收拾的这么整齐 我到后面花园看一下去啊 今天下午来约了人栽花 这是打造的一个景观池 哇 你后面那里还种了罗汉松的 在那个甲山上面 鱼池 这里是准备栽的啊 整个栽起来 漂亮 这里还有车库啊 费了心了 陈总 您家里打地这么漂亮 您家里还漂亮去 怎么都这么谦虚呢 这边也是 哎 他整个这里还做了一个这种啊 小朋友可以滑滑滑着车上去的哈 直接可以到后面去 院子也宽敞 打扰陈总了 谢谢啊 打扰了啊 感谢 肉多多 我还是不过来就连了啊 我还是不过来的事情 好 羽毛 你不知道